这边我就特别请教一下小冬瓜 因为职业别的关系 因为说你的经历的关系 你有没有碰过 针对已经要往生 或者是已经往生的王者 要拜托你去做一些事情 完成他的心愿 我曾经遇过一个 很离奇的一个案例 就是往生者是妈妈 她当时在过世的两年前 因为她生罹患癌症 但因为现在大家都很开明 所以我想说 如果当我还有能力的时候 我就预先把自己的后世间交代好 所以她就约了我到她家 我们就坐在长桌两边 然后开始去记录她的一些需求 整个聊完了之后 我们规划 整个规划记录完之后 我们就开始闲聊 因为我很好奇的是在于说 你今天既然要规划一个 这么重要的事情 那你的家人呢 就是你怎么不会想要 跟你的家人去分享 就是你讨论出来的结果 他就说 因为基本上他是 先生很早就过世了 他养了两个小孩 那一家人感情 其实本来很好 可是后来就是长大 因为各自小孩 各自有了家庭 那因为两个家庭之后 因为走里之间 有一些意见上面的摩擦 导致这个两兄弟 原本感情很好的 因为出现了一些嫌隙 所以也变得不相往来 他们都很尊敬母亲 所以常会来探视他 但是只要有哥哥 就不会有弟弟 反正三个人 永远都会缺一个 过了一段时间 就是妈妈就过世了 儿子就照了他 当时妈妈给他的资料 爬来找我 那我们那时候 在服务的过程当中 就看得出来 他们两个兄弟 确实就是常常会有那种 比较剑拔弩张的那个状况 可是很奇妙的是 就是当他过头七之后 大概我详细我有点忘记 大概过头七没多久 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到了 我在那个当时 跟他妈妈在聊天的那个环境 在那个房间 一样坐着对坐 那妈妈就坐在我的对面 然后他也什么话都没有讲 他就这样子微微地对着我笑 然后我就想说 是怎么了吗 我就想说 是不是哪里做不好还是什么 他就对着我笑之后 然后他就指着 我的那个笔记本的旁边这样看 然后我就笔记本旁边 我意外地发现 我的笔记本旁边有一个录音笔 然后结果我一看到 那个录音笔之后 我人就醒过来了 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录音了 所以我已经快忘记这件事情 我就说 我赶快把那个录音笔找回来 我就开始去浏览 那时候妈妈留下来的那个档案 我就把那个档案cue出来 就意外地 让我再发现到说 那个录音笔里面 就是有一段 是他要留给他两个小孩的一段话 那我在找了一个适当的时间 我就把这个录音笔的档案 就是各自给了哥哥跟弟弟 我说不好意思 可能也许是我鸡婆 但是当时 我不晓得 有留下了这个档案 那我想妈妈应该会很希望 你们可以听听这段录音 然后所以我就把答案给 然后在告别式的那一天 非常巧 那一天刚好是母亲节 然后在最后 私宜在道别的时候 我们就 因为我们的习惯 就是在母亲节那天 如果出告别式 刚好是王者的时候 我们都会递上 各一朵扛乃星 然后哥哥跟弟弟 他们就各自拿了档案针 然后私宜就说 你们还有什么话 想要让妈妈知道的 想要让妈妈听见的 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然后在那一段时间 即使我把录音笔给他们 听的那个档案 他们还是有一些别扭 你知道就是 那种 拉不下那个脸 跟这个弟弟对头 可是那个时候 当私宜讲最后就说 哥哥我们母亲告别的时候 哥哥突然就崩溃大哭 跪在地板上就说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不应该让你那么担心 这些年 就是让你为了 我们兄弟俩的事情 这么这么的难过 然后最后 哥哥跟弟弟俩就抱在一起 很微妙的事情是 就是我那个时候看到 那个妈妈的脸 就是她是有带有一点伪教的 我那时候我觉得很感动 就是很荣幸 能够为他们家人说这件事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 存善心 然后走正道 就什么都不用害怕了